好 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画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传统的捕鱼方法 鲍鱼 这对海洋生态的危害相对比较小 但是渔夫必须要长时间站在狭小的船头 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 再加上这几年的鱼货量越来越少 鲍鱼也就逐渐视为 而公共电视特地花了两年的时间 拍摄一部纪录片《湛浪》 透过真人真事 记录下可能很快就要消失的鲍鱼文化 凭着超过三十年的老道经验 鱼蜜一眼就瞄准目标 标杆出手立刻命中 这是传统的标语法 需要精准判断力和技术 更必须长时间站在狭小的船头和风浪搏斗 随着海浪高低起伏 手上拿了三叉标杆重达二十公斤 要猎武的往往是超过一两百公斤的大骑鱼 标语技法十分辛苦 但对于海洋生态危害很小 拍摄团队费时两年 跟着台东标语骑手 陈永福船长出海拍摄 记录下最真实的标语生活 船长太太看完记录片之后 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记录片的主角陈永福十四岁就开始标语 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和熟练技巧 以往每次出海都大有斩获 但近几年受到流刺网影响 让标语法逐渐凋零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积极作为 否则以后台湾进海都捕不到鱼了 透过公示团队拍摄的镜头 这部名为战浪的纪录片 完整呈现恐怕即将消失的标语文化 堪称是台湾版老人鱼海 也让观众一睹台湾渔民 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续拉张无良台报导